各位老師、各位評審好 我目前就讀桃園縣私立有瓶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我叫莊雅琴 我的作品題目為 唇齒柳香、念念不捨 用農業榴槤做出精緻甜點 我的研究動機為 探討如何將榴槤做成一項人見人愛的創意甜點 榴槤的營養價值高 可算是榴槤最全面的水果 希望透過榴槤營養甜品 改善國人對榴槤的接受度 我的研究目的為 一、了解國人喜歡或不喜歡榴槤的原因 二、探討榴槤如何做出創意精緻甜點 三、探討國人對榴槤創意甜品的接受度與喜愛程度 四、將榴槤創意甜品大力推廣 讓甜點也可以吃得健康 文獻探討榴槤的相關報導 根據國小學童飲食習慣調查 根據國小學童進行問卷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 他們最不喜歡的水果就是榴槤 小朋友說 榴槤聞起來臭臭的 好噁心 專家提醒家長 千萬不要強迫孩子吃不喜歡的蔬菜水果 如果怕飲食不均衡 可以透過不同的烘調方式 讓小朋友接受 這篇報導也要 也是主要引發我想用榴槤創意甜點 來改善小榴槤不同年齡層的 對榴槤的接受度 我的研究範圍在高原縣中藝市區 研究對象為15歲至50歲青少年 以及中狀年之年齡層 營養 再來是認識榴槤的相關知識 榴槤的營養價值 與榴槤的品種選購 而觀感、評論為外觀、口感和氣味 透過以上選擇 我選擇了蛋糕、泡芙、布丁 作為榴槤創意甜點 結論五建議 結論 一 國人對榴槤的喜愛程度 問卷的調查結果 發現國人對榴槤的接受度並不高 但喜歡或不喜歡吃榴槤的差距其實不大 前次問卷與這次問卷 喜歡與不喜歡指向他四字五句 二 國人喜歡與不喜歡榴槤的名義 國人對於榴槤的看法兩句話 喜歡的人不喜歡 不喜歡的人就很討厭 在問卷中不喜歡榴槤的名義 大多是因為氣味 而榴槤榴槤和喜歡榴槤的人 也不是因為他的氣味 而是口感 三 榴槤創意甜點 口感及香氣 分析探討 本組榴槤創意甜點 分別為蛋糕、泡芙、布丁 成效創意甜點之口感之香氣 以泡芙認同度最高 蛋糕與布丁四肢 四 榴槤創意甜點成半熟齡 研究結果發現有94%的人願意將榴槤創意甜點 推薦給自己的親朋好友 而泡芙為大多數民眾最想推薦的甜點 建議 一 給烘焙業者的建議 可嘗試用榴槤做出不一樣口感及香氣的甜點 以滿足不同顧客群的需求 建議業者需要助力製作榴槤甜點的香氣 將甜點中的榴槤香氣降至最低 多數民眾才有醫院嘗試 二 給創意甜點之間建議 可嘗試用榴槤製作不一樣的甜點 如馬卡羅、甜點圈、千層派等 不同的甜點做出來的品質也大不相同 對於一些小品嘗新鮮口感等民眾 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我的報告結束 謝謝各位臉聽 謝謝各位臉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